这段话呢是有一天我听到神跟我说的 那后来我把它写下来 我把它变成一个祷告 他说我求神使我们明白 复兴不是因为我们是谁 而是因为你是谁 教会会复兴不是因为我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很有恩高 我超级会讲到 我的敬拜很好 绝对不是教会会复兴 就是因为他有神的同在 神的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谁 不是家 有神的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变成荣耀的地方 所以重点不是我们是谁 而是神是谁 然后我愿衰尾 好使你在我里面兴旺 我愿放下那些展现自己的努力 成为空的器皿 除了壮满你的荣耀 什么都不留下 这是我跟神做的打扮 我跟神说我愿意做一个 Lameless跟Face 就是没有名字也没有脸的人 就是所有服侍神的这个事工当中 我愿意让大家不知道我的名字 也记不住我的脸 我只要大家记得这是神做的就好 我求神预备我们 如果我们愿意衰尾 我相信神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大 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有很多 我对我的期待 然后我抓住这个机会 我要来展现我自己 可是当你愿展现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没有留下太多的空间 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愿意衰尾 我们愿意放下 展现自己的能力 成为空的器皿 除了神的荣耀 什么都不留下 我们要愿意被神改道 把我们的生命修剪掉 面目全非 可以吗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这几年走过来之后 你已经认不出你本来 你本来的个性 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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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经过这多年之后 你已经认不出你来 你完全被神破碎到 除了神的荣耀 什么都不留下 我相信那个就是神要使你发光的时候 因为我们发光 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哪有什么光 我们都会老啊 可是神的光不会熄灭 谢谢大家